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护国神山 珊珊老师 行情给有准备的人 标股给有卡位的人 今天这个行情 很多人一定是陷入恐慌与灾难当中 当然今天台股暴跌了1800点 也是史上最大的跌点 当然三大法人只有一个法人 人就是力挺台股 那就是投信 其他两号人物从上礼拜卖到现在 现在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跌 大家都知道中东那边 现在有人陷入要不要开战 然后陷入那种比较紧张的情绪 再让上周五美国的部分 他们的科技股或者是他们的刀准 全部都是这样子迷迷茫茫 再听到什么限制晶片的禁令 在发表的一些的经济数据 令大家处于这种恐慌灾难当中 不免台股跟美国有联动 那么今天听到中东的情势 再加上美股上周五的表现 今天雅谷一开盘动 日本跟韩国全部的灾难就出现了 那么在这个当下 我想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面临这种突如其来的 news在干扰 台股手上就是史上头一招这样砰跌 现在大家都无一幸免 全部在一条船上面 现在你去换什么股都没有用 因为今天全部都在跌 今天在盘中的时候 上市跟上跪全部加总起来 达到800家的跌停 到最后有的没有跌停 但是今天产不忍睹的情况之下 我请大家稍安勿躁 因为你现在就换什么股都一样 这个跌你换到那边还是跌对不对 那现在你要去想 暴跌过后 就如同我上礼拜讲的 暴跌过后 有什么样的行情会形成暴力的反转 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 所以今天这个行情各位发现 这个行情今天1800点 暴跌对不对 1800点 那我要提醒大家 这种跌点不是大家的错 不是大家的错 那么在这种史上最大的跌点 今天从20982 一路到最低点19783 这可能就是要狂杀狂跌 那这种的灾难 没有办法是谁的错 因为这个国际上的联动 不免就形成这样的走势 当然今天这个20大排行榜 说穿的这个 没有一个谁是比较厉害 谁是英雄 这全部都变狗熊了 连台积电这个四大F4 什么台积电红海 这个联发科 这个广达 全部盘中都是跌停的 所以当这种灾难出现 这恐慌性的走势 当然就是杀盘 那么这时候我反而要提出 我不同的一个看法 还有我的建议 希望大家好好省事一下 现在不管你换什么股票 都在跌对不对 那跌完之后 谁会谈得最快 谁会变成真正的英雄 好台股现在我的看法是 满地是钻石 因为现在不是跌基本面的问题 也不是跌未来成长性的问题 跌的是全世界大家恐慌性的问题 还有到底那两国要不要战争 要不要打起来的问题 所以这时候我们撇开这些 大家先从这边思考 当台股绝地大反攻之际 谁适合各位来检查 所以这份的资料赶快来索取 我想这三档股票够你霸占 这些股票绝对量够的 而且体材非常的好 尤其这个第一档 我先透露这个秘密 第一档是什么呢 第一档也已经公布 它的财报的状况 这个营收大幅的成长 我说过成长性没有问题 财报没有问题 接单状况也没有问题 是来自各位心理状况 对不对 那这个公司已经重申了 对于以后接单的状况 还有它交货的全部不delay 全部都是照它排的时程 不会因为回答公布什么 什么什么要延后 没有 这个公司照样的时间 时程就是出货 所以这一档呢 请各位有拿到的 多去看里面的内容 还有包括呢 它公布的经济数据 它现在的财报 真的是好到爆 那这种呢 反而是将来 就是可能是明天也叫将来 因为下一步 另外明天后天 或是刚好反转的时候呢 这档请各位多观赖一下 那你不知道就赶快来索取好不好 那至于这一档呢 这档是另外一个领域当中呢 它也是修正过后 今天反而呢有低接买盘 那这个大家多多留意了 那当然这一档股票呢 各位也要知道 它先前最弱势的 但是近期呢 已经形成了最低档 开始呢挤入买盘了 所以这三档股票呢 我先透露 拿到自己看 我现在讲的对不对 那你拿到的时候呢 请各位多多参考 这档 这档 这三档 让各位去备用 当这些 这些要反转的时候 绝地大反攻的行情 这三档你先关爱一下好不好 所以我现在给大家注解叫 台股满地是钻石 绝地大反攻 这三档一定要多多留意好不好 那今天再送100份 那你就赶快来索取 那有拿到手上 就好好看一下 我写的很认真 里面很多很多内容 不管你要知道它的财报 或者是它的接单状况 或者是它的体材 里面写得很清楚好不好 那你就多多参考 这是我最大的诚意 因为我知道今天大家 不管是站在什么角度 大家心情都不好 因为这个崩跌暴跌 因为为什么呢 看到这种暴跌 这个1000点 1000点多800 这个吓死人 台股史上最大的跌点 我记得上个礼拜五 我们的台股怎么样 也是风暴 叫做黑色星期五 跌了1000点 这也是我们收盘最大的跌点 但是今天再抵不过 大家也没有想到 怎么会跌这么多 那所以在这种风暴当中 我礼拜五就提醒 其实那天这个一点点 这个其实它差两点 它也是归在实体大阴线 那实体大阴线那天 我跟大家解读就是 这个部分20大排行榜 其实是跌了694点 那为什么会跌到那么多呢 因为大家一起跌 大家一起跌 所以形成了一个千点的行情 那千点的行情 那天我讲过 本来在那边形成横盘 往上面去跳 但是由于这个前一日美国 也表现的真的是有够差的 然后全球又开始联动 然后就跳空蹦下来 那天真的是这种是 从早上杀到晚上 带量下杀 那天我有提醒大家 我说如此的跌法 反应信心崩溃 对不对 我讲的这事实 我不是因为这种跌法 告诉台股不行 基本没有 它反应就是信心崩溃 因为美股这样跌 然后什么灰达又开始跌 然后那个什么 AMD或是那个微软 全部都这样一下好一下坏 就懂下来 所以那天我说 这个形态叫大阴线崩落 那给大家这个价 那不用看了 为什么一坚持就下来 21888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没有吗 今天最高叫做20982 冬下来没有 对不对 所以我讲过 在礼拜五台股的行情 是因为受到美股前一日的重跌 然后中东的情势比较紧张 所以晶片股都重跌 那台股当然叫做全均覆没 史上收盘最大的跌幅 今天好像比这个还要厉害 那当然这边 我说开高跟开低 今天开低 今天开低 跳很空 我说除非跳很空开 否则物摸低 那我们看今天够不够空 有 跳很空 跳这么空 今天这根柱子还真的很长 超级无敌长的 而且这个量 从早带量下杀 尾盘杀到有量 这个都狂杀狂跌的 狂杀狂跌的 那今天行程跳很空开低 跳很空开低 今天当然是有一些事情 当然是我这边告诉大家 这些事情影响层面比较重一点 就是像中东的情势紧张 这个警察错了 比较紧张 他到底要怎么打 插箱走火就蛮麻烦的 尤其是他讲说8月5号 今天就8月5号要开战 所以最好不要战 不然到时候又战争因素股市下跌 就很无望之灾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 美国他们的礼拜四的 什么就业经济的指标 比较不好的情况 所以美股也跌了 那今天台股 听到这两件事情加肿起来 哇 日本跟韩国直接跌 就这样开盘就蹦下来 台股跟着后面杀 多杀多断种子 现在这个行情比较麻烦就是 来到这一段 有的融资已经面临其实面临追缴 再加上大家信心已经崩溃 那你不要我已经讲过 已经信心看信心松动信心杀盘 那杀到现在能够阿多仔继续砍 然后本土的一派人也继续砍 只有投信 那铜锡到底能不能顶得住 目前看起来是 比较没那么厉害 所以这边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我的看法是这个地方 第二点要注意 明天如果在秀空开低 注意了 如果在大跳空 你开一点点 最好是大跳空再一次 因为今天这个是 突然受到这么多 这些东西的影响 我讲过一二点 然后在大跳空的时候 不要杀低了 在大跳空不要杀低了 因为低一点将浮现 但是有一种我拉不住你 就是明天如果面临到融资 要追缴断 直接下来 可能我就没办法 但是一般理论来讲 明天大跳空 那这个地方你就不要再杀了 因为你这边是直接这样子 非经济数码下来 除了美国那些 有一些经济数据 那台股本身的经济数据 目前来看都还不错 那直接再蹦下来 受到这种千年的影响 那这种你就不要再杀低了 那低一点将浮现 那近期呢 这个关键叫 我先给各位20382 先注意20382有意义的 近期不管你怎么处 给你两三天时间 先占上这个关键价 整个行情就会再回稳 那今天很多人说 跌破2万会不会怎么样 其实现在的关卡 只是各位心理的因素 你关卡并不是很重要的重点 重点是 你能不能直接 直接这样子就上去了 当行情反转 行情反扑的时候 谁能够跑最快 因为今天大家都一起跌 你说台积元不好吗 没有不好 那你说那个四大天王 红海不好吗 没有好到爆啊 那你说广达 广达修正之后 开始反弹了 那不好吗 没有 那你说联发哥真的很不好吗 也不是 所以现在跌的 不是这些东西 所以各位要注意 当行情要反转的时候 谁跑得比较快 那这个地方要注意的 那今天来讲 那形态叫做大阴线崩落 还是大阴线崩落 那天一个缺口 两个缺口 那么如果大家要问我说 以技术理论跟量价结构 那我讲的这一条 第二条 这个第二大条 再大跳空开地 那就不要杀了 因为这个地方 会形成技术性的反弹 那今天台股 史上最大的跌点 在盘中的跌停加速 上市柜两个加起来 800加 这才不能睹 所以我现在良心跟各位说 你现在说什么换股操作 去找谁换股 没有不用换了 你手上股票要怎么经营 你手上股票面临超跌 它会不会超级的反弹 那如果不能超级反弹 你能不能多做几趟价差 把它cover过来 这个我最在好的 你就交给我 好不好 那这时候呢 我先跟各位说一下 这个时候呢 这一份资料是 大家如果有把手机拿出来 可以扫描一下 这个Lide Lide QR Code 还有这个Terragram Terragram我在盘中 都会跟各位说 这个不管是大盘的走势 或是个股的一个拿捏 那第二节的时候 我希望我有时间 那你们再去扫描这一个好不好 那你就把手机拿出来 准备好 扫描我的QR Code 直接就可以 就这个粉丝网 因为有时候 你们打这个代号 多一点少一点的 打到别人家去了 那这个地方是比较准确的 那当然这个时候呢 给大家来做这件事情 当行情要绝地大反攻的时候 谁是真正的钻石 谁真正的会飙涨 那我已经帮各位 好好的弄在这里面了 那这些股票 你好好的拿到 好好的看 那不管你要怎么样 你要是要跟着一起做 还是要参考都可以 你就赶快来索取 好不好 现在今天的观众马上进来 人员头顾和分析师 今年本间K线88种形态 透析阴阳K线的奥秘 为投资朋友 掌握多空趋势转折 创造人生财富 咨询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人生如股市 变化莫测 石沟石地 股市如人生 乐极深悲 匹极泰来 唯有客观分析 精准研判 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 让何老师带您掌握市场趋势 创造人生财富 轮源制服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说实在这个F4 要全部跌停 还真的蛮难得 就出现在今天 这个台积电 这个今天有触及到跌停 这边有触及到跌停 813 那这个鸿海的部分 有啦 今天躺平了 那今天这中场呢 这个台积电没有躺平 但是这个联发科啊 今天也是 一起要打到跌停 真的不容易 但是又出现在今天 因为今天台股暴跌了1800点 那这个第四个F4呢 叫做广达 这个广达也是惩不忍睹 躺平的 那今天F4呢 其中躺平就是广达跟鸿海 那这些股票我们来检视一下 这些股票我刚讲过 财报有问题吗 没问题啦 那这个呢 刚刚发表了 这个我要上节目的时候 有收到 他们已经有那个 这个我有贴在那个 来 现在你一个 有参加我Telegram的人 你去看一下 我Telegram已经有po了这个 这个公司 它的财报的部分 它是营收是成长的 那你在Telegram上面就可以看了 我已经发射出去了 那所以呢 这个时候不管你怎么样 不管是你是悲伤 还是将来有规划的 你就把我的粉丝网给加入 不管你要的那些 那些财报数据 或是盘中的一些筹码的 我就直接告诉你 那这时候呢 我们先来看这一档 这一档叫做台积电 台积电呢 后来这个 它跌的蛮有技巧 88 88如果是涨88也很好 但是跌88 那今天这个台积电呢 是收在815这种 可是有个地方各位注意 这边特别有标出来 诶 14.2万张 很多人都在乎这个价格 跌到哪里去 当然价格会影响到 你那个股票 你买到哪边 亏损哪边 或赚多少的问题 但是你现在去想量价结构 14.2万张 当然啦 这个去砍的这个 今天卖超很多 还是那个阿多仔 那阿多仔它卖出来 那法人有去捡 对不对 那土壤对决 14.2万张 不是买你熊米买得起的 说起来加总起来 那这个时候呢 就要注意了 这些人呢 要吃货的人 他也不是很笨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他要花多少时间 能够把它拉上去 那今天这个14.2万张 这边就有意义了 那天礼拜五的时候 也是跌 对不对 那天我讲过台积电 这边是波段低 对不对 波段低 903 本来处到这边还好的 冬下来 结果今天根本就是 很快 跟它大盘相 一个缺口 两个缺口 尖锥铁要813 收盘815 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现 如果要 要我跟各位说 这边有点类似晴天一柱底 因为它是直接狂卸 量价很大 这叫晴天一柱底 晴天一柱底 各位注意 明天最好呢 一种直接开低 一种直接开红 开红你就要 要直接反扑 要力道快一点 那这个明天 再在盘中 跟各位剖析 所以你赶好 台育管加入 那我们来看台积电 从1080到今天 大家很难得看到台股 这些股票 这些名门正派的股票 可以跌267块台积电 好 当时在个1080 我有跟各位说 赶快跑 的确有讲过 你们要听的人 不会黏在里面 当然现在事情发生 已经跌那么多了 这个地方呢 各位要注意 什么时候可以减台积电 好不好 有兴趣可以来问一下 那你把我Telegram加入 随时都会提供你们 台积电 四大天王 或是大盘的走势 今天这个量 这个不是泛泛之辈 除了这一只牙齿很高 这左右护法又出来 你们看 看这一个 当时不是黑黑的 这么大的量 然后现在这边又很黑 又这么大的量 那你看这个 这么大的量之后 就是大家吓得要死 然后从这边 开始反转 反转 所以呢 能够沉得住气的人 就不会成为 杀到最低党的一只老鼠 那现在你反而要留意 这种股票啊 要反弹也是极先锋的 那什么时候可以减 是这边才减呢 还是明天再一个低点再减 那明天不低点直接上去 那可不可以买 问一下好不好 这里跟这里有意义了 各位没有看出 从这边涨到这边很大一段 这边会复制这边 那赶快把我Telegram加入 那再来呢第二只啊 就是这个叫做鸿海啊 鸿海财报没问题啦 它交单也交 交单交什么东西都没有问题 那问题是出现在那边 那就躺平了 今天22.8万张 哎哟 鸿海先让各位看一下 哎哟 量很大耶 好 量很大 好 这是我做一个提示 台积电鸿海 优先注意好不好 我直接跟你讲 这两只的变化 会主导我们指数的往上往下 因为今天这两档量非常的大 那你法人当然是一派人砍出来 另外一派买 那买的你将来他会不会赢 这边就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量价结构量价结构 这种在第一档杀到爆量的注意 当这两只如果有比较好的状况 那大家的机会就到了好不好 那我会帮各位把关就来问一下 那我讲过啊 今天大家都一起跌嘛 你鸿海换到台积电台积电换鸿海 那不用嘛 你就好好做鸿海好好做台积电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那天那个鸿海跌16块17万张 你看越跌越多 那天呢礼拜五的时候呢 它也是破线下来 那天台股也是跌千点 那天爆量17万张 来到185 从这边到修正到这边 其实一大段 这边真的叫各位卖了 所以不用从这边看到这个 66.5耶 234.5跌到今天66.5 那你说买到200块 这边还30块左右 对不对 可是这一段呢 真的是 买到这边呢真的是 心在低血 但是请注意了 鸿海 你们看这一段 今天量最大对不对 那量最大 杀到有量 杀到爆量 谁接走了 注意了 这一支啊 是我看好的一支 那我讲过 它的财报没问题 然后反转 它有最大的可能 跑得最快 你就多留意 因为后面体材很多 那今天呢 我先就每一支 跟大家run过 有机会再一档一档 详细的介绍它的内容 那F4 已经介绍F2 对不对 那现在来F3 F3呢 这个比较大支的 比较高价的 其实台积电跟联发科都高价 只是台积电现在输给它 又掉楼下 991 海跌99 2.2万张 好 2.2万张 那天呢是还有1000块 波段低 你看我都有标记 那礼拜有标记 1090 杀到爆量 结果今天发生什么事啊 量更大 注意了喔 这种啊 大家去想 每个人都要绕跑了 是谁是笨蛋要去买 所以这些股票啊 F4里面 F3里面的量相当的大 尤其这个联发科在第一档 搜一个呢 叫做黑十字 那么这个黑十字呢 也类似是波谷 就是三谷最矮的位置呢 出现这个记号 那这个记号爆大量 各位就要注意了喔 这种八九不离十啊 很容易 如果是急先锋 直接就反转了 所以要各位要留意 你看喔 1460叫你出是对的 对不对 到现在呢 叫避开暴跌波的风险 一跌跌波上 469元 我想很多大咖在那边 谢谢我 像你卖到高点 然后呢 这样兜兜兜兜下来 避开这种暴跌波风险 如果当时你不跑 你就黏在里面 就很惨烈 对不对 所以你看喔 我是后来才去接红寒 结果也是因为这样 但是问题是 这些股票喔 高价股 你1460没有卖 到现在 哇 469这种吓死人 吓死人 那现在呢 你就不要再杀到这个阿呆股 我可以直接讲明阿呆股 因为像有的股票 它可以还会再跌 但这种呢 就不用再跌 因为这个量很大 第一档爆量的先注意 好 再来一档叫广达 广达今天躺平了26.5 注意了 近期的大量 它虽然没有这些量大 但是近期的大量 从那边看近期的大量 那这个广达本来是有止跌讯 然后又下来一根 那你看喔 这个已经跌了100块 那我当时要你们卖在高点 是对的 对不对 结果咚下来 所以你看 该买会告诉你 该卖你就要听我的 对不对 因为买随便你有钱就买 但是卖你不会卖 你得问我 对不对 那这个你看避开暴跌波的风险 那现在呢 这几只股票 这个跌停 这个跌停 那这个呢 这三个天气股都跌停 那现在剩到一分钟左右 对不对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呢 那天没破底 今天呢 不多破了这个 但是问题是破到这边 它这个量不见了 等于说呢 这边在这边 它这个不是直接下来 它是在那边有盘整 那这个形态是跟前面那个 那F4又不一样 对不对 这个股票呢 今天没什么要杀的 量缩跌停 那这个呢 你就来问我 这个呢是好到爆的 它并没有是 并没有说 什么财报不好被人家拖累的 那像这个双红呢 今天呢是60 对不对 60 60跌到这里 看当时要你们卖不卖啊 结果呢 跌这么多 那这种股票呢 明天呢 如果能够再开一个低了 那边你就不用杀了 这种股票 我直接跟你讲 你就不要杀到低档 那这个双红也是 双红跟起红 因为时间剩20秒 我等一下跟各位说 我留那个QR Code给你扫 你等一下就准备好 好不好 那今天呢 再把这件事情做好 这个 当台股绝地大反攻 你要优先减省 在这里 那这个时候呢 注意了 那等会呢 手机拿出来 跑马就跑这个 好不好 让各位去QR Code 那在这边呢 大家赶快来索取资料 然后赶快手机扫QR Code 祝大家一路平安 做股票 天天一直转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顺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下期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